就是說在這個Layout裡面再布一個所謂的RelativeLayout 這個RelativeLayout就放這邊一下 我們這題是要改一下好了 比如說旁邊再加個Button 這樣可能各位比較會寫 按下按鈕之後再去計算 而不是說Change馬上計算 會比較符合我們一般操作的經驗 所以這樣的話布局就布出來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 先把上面的按右鍵ChangeLayout 改為線性的 然後再布一個水平的 就是在這邊Layout裡面 丟一個然後再放一個TestView 一個Editas 然後再把它按Ctrl鍵丟上去 就複製一個 再把兩個複製Ctrl鍵丟上 就四個然後再丟一個總共五個 最後這邊再放一個 放一個RelativeLayout 然後再放 旁下面 因為我這個如果沒有放一個RelativeLayout 會怎麼樣呢 會沒辦法移到下面 對不對 然後再放一個Button 這樣應該 不版型就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 這個做起來 也有一點點像做網頁 其實網頁有時候也是要用什麼 用 用那個 以前最早是用Table來定位 後來的話 用DIV來定位 後來的話 還有別的方式定位 那基本上呢 也是類似的 不過 可能會有個問題 就是之前講過的 不一樣的裝置 看起來不太一樣 不過暫時我想 還有旋轉 也會有問題 那當然你剛開始 先寫出來吧 然後呢 先垂直好了 以後的話 慢慢寫出來之後再來 Care這個問題 因為之前像 蛋漿之風系那個同學 他就是寫好了 但是在不同的版型 在不同的機器上面會有不同的狀況發生 那基本上那你可以用 這個Android Studio 或者是用這個地方來做 改變 先看一下 OK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版型的部分 當然